大南市政府继续行销到大南市的农特産品 2月29号有的市长红维帖大队 带到10间的农会来到台中的鱼马屋 将最初有一个农散感应品介绍给大家 我们去年来鱼马屋行销我们大南的月光明 今年我们还真跟我们台南相对好的爱闻山 可以希望像我们在外面拼一个爱闻山 我们来介绍台中的好朋友 给大家来采访我们大南的月光明 叫我们大南的爱闻山 这为了要让台中人知道 台南爱闻山含着月光明的厉害 农市长含着台中企业副市长杨穹英 玉毛屋总经理郑少月顶人 是现场DIY来做去悬崖地盆 接下来要请长官 已经把我们的甜蜜放在我们的爱门果上之后 是个加上一点点装饰 就是加一些我们新鲜的台南爱闻芒果丁 还有包括情人果 是的 最后再淋上我们椰浆 再到非常美味的芒果甜饭就告成了 好 哇 上面 哇 市长看起来的好好吃哦 上面色香味俱全 夏天的一个新吃法 那上面是有情人果 还有新鲜的芒果丁跟椰浆 加上我们爱门芒果跟台南的月光米 非常鲜甜 好吃吗 有好吃吗 有哈 好吃啦 一定好吃的 吃月光米跟芒果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是一加一代二 因为月光米这样的芒果真的是特别好吃 尤其今天很高兴来到台中 我们跟台中市政府一起借着芒芒物的平台 我们一起来促销 一起来向所有的台中消费者来介绍优质的台南的农产品 尤其是我们当季的爱闻芒果 王子柳当时也告诉我们有什么特别来台中行销的原因 那我觉得其实台中是全台湾第二大城市 也都有一流的市民 他们一流的市民应该有权利可以享受一流的农产品 所以我们今年舍弃的去台北做促销 做介绍的推广的动作 我们来第二大城也是最优质的台中市 来做这个农产品的展售 来向台中市民来介绍好的台南农产品 大家一起共同合作 经过了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吃到台南这么好的当季水果 我们的爱闻芒果 而且他所拿的 我们又结盟了月光米 可以说是非常选择 这最美的呈现在国人的面前 作为台南市的大家庭 王子柳也是弄得申品的最佳代言人 今天来玉玛屋的消费者 就现场吃到王子柳 亲手送到他的爱闻芒 以后王子柳又扮演去一日店长 只要在这里消费满三百块 就送一条爱闻芒 让开上去啊 谢谢 谢谢哦 好吃哦 我们今天市长呢 当我们的一日店长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哦 现场的所有媒体朋友呢 可以撮一下画面 我们市长今天呢 特地来当我们的一日店长 希望来推向我们台南在地的糖果 跟我们台南的月光米 对对我们今天幸运的台南市民呢 非常 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机会 可以从 差不多了 黄店长啊 我们黄店长的手中 接获这个赠送的爱闻芒果 好 接下来左前方这边照顾一下 左前方这边的镜子的朋友 来 好 所有的 蛋了 来 一 二 三 好 好 我们所有的 长官 你们不要 呃